以前在乡下的时候,每到秋天,赛骨瓶上黄灿灿一片,都是金黄的稻穀,麻雀喜欢稻穀,绕着赛骨瓶低飞,常常结队偷吃骨子,于是有好事的人拿出猎枪和大网,把麻雀捕捉了一个金光,稻穀是保住了,可是第二年的蝗虫却特别多,很多农田因此失收,于是后来麻雀再来赛骨瓶吃骨子,大家只是象征性的赶一赶,并不伤害它们的生命。 929只麻雀和人和谐相处,人们损失了部分稻子,但也利用麻雀捕捉了蝗虫,舍去一些稻子,让麻雀自由生活使人心向散,也是有舍有得,其实你舍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,兵法家孙子说,将欲取资,必先欲资,也就是有舍有得这个道理。 1.不舍不得,电影《卧虎长龙》里有一句台词,当你握紧拳头,手中什么也没有,你松开食指,却能拥有整个世界。 我的世界不会对你太好,也不会对你太薄,你愿意舍去一些,就能得到一些,万物总是相对平衡的。 1.你抱着过去的痛苦不放,就永远不会有现在的快乐,你守财如命,就无法做到钱生钱,你都不舍得付出真爱,就没有资格抱怨。 1.一辈子没有遇到真爱的人,你之所以得不到想要的东西,是你博待了他,或者说你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了。 1.古代有一个人坐船过河,结果船在半河中翻了,但是他仅仅抱住几条铜钱不松手,岸上的人大叫,快抱手游过来,但他舍不得钱,最后抱着钱,魂归大海。 2.为了挤掉铜钱,弄丢了生命值得吗?想起来好笑,但真的让你丢掉自己的利益,其实你也不一定做得到,因为人终归是自私的。 2.大舍大德,你舍去的东西越多,得到的东西也越多,一份耕耘一份收获,你的付出多少都是有回报的,哪怕辛苦一年没有得到果实,但也取得了经验不是吗? 3.你舍弃了旧爱,就得到了新欢,当你和过去的感情做一告别,就发现,原来一转身还是会遇到真爱的人,只是迟到了一点点。 4.你舍弃了烦恼,就得到了轻松,你之所以烦恼,都是因为过去成骨子,烂芝麻,一堆的小事情耿耿于怀,烦恼的是心中的一块石头丢了吧。 4.你舍去了欲望,就看到了希望,欲望是好高无远的,希望是眼前的目标,因此要掂量自己的分量,办好眼前事才是正道。 4.西欧记里的唐生,连女儿国天之国色的国王,荣华富贵的生活都舍去了,义无反顾去西天取经,终于成了一代禅师。 3.不舍还是要舍,其实一个人舍不得丢掉的东西,就是仅仅抱住不松开,还是要失去。 5.例如说你守住现有的钱,不松开手,不花掉,但是多年以后手里的钱都贬值了,正确的做法是,用掉现有的钱,赚更多的钱。 5.事实上时间不等人,万事万物都在变化,你舍不得的东西,后来都变成了积累,废品,生锈发霉。 5.还有你爱的人,但是因为现实缘故无法在一起,你舍不得后来还是失去了,因为他要寻找另外的幸福。 5.腿长在他身上,由不得你,人总是要与死俱进,别贪恋现在和过去,真正要把握的是将来。 人呀,舍不得孩子,就让孩子永远长不大,舍不得父母就不会有志在四方,舍不得金钱就弄丢了感情和心。 每个人都有太多舍不得,但还是要舍去,因为有舍才有得,谁都不是傻子,把利益和幸福白白送给你。